哈喽,电脑前亲爱的糖果精灵们,今天呀,我们要一起走入玉府诗去浅银滴唱。 在上一节课的古诗词学习当中啊,我们是走入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,诗经。 在诗经当中啊,我们了解了许许多多那个时候的诗歌题材,诗歌内容,我们知道了什么叫风。 风指的就是,哎,民间小调,什么叫雅?雅指的就是一些朝廷乐章,什么叫素? 素呢,指的就是什么呀?哎,我们几次时候的乐曲。 那我们还了解了什么叫副笔星,副指的就是在诗词当中平突直续,而笔呢,指的就是打笔方。 心呀,其实就指的联想,我们上节课学习的那些古诗,你还记得吗? 哎,比如说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,比如说投桃报李,比如说夫如宁之,这么多的成语,原来都是源于我国古代的诗歌总集啊。 那么今天这一节课,我们要继续去学习汉乐辅,在学习汉乐辅之前啊,我们首先要了解乐辅诗。 一谈到乐辅诗,有同学马上就会发现,哎,什么叫乐辅呀? 乐辅诗,那我们都知道它可能是一种诗的题材吗? 什么叫乐辅,怎么不是乐辅呢?孩子们,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啊,你说这个乐指的是和什么有关啊? 哎,和音乐相关,对不对? 那咱们就会发现,哦,原来乐辅诗,它可能是像诗经那个里面的诗歌一样, 是唱,跳,言诵,这样集,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形式为一体的一些诗歌,对吗? 那么其实呀,在我们古代的时候,那个时候呢,秦王朝啊,从这个时期开始呢,就有了乐辅这样的一个机构, 像一个官,一个这个,一个官职一样,对不对? 那么他是这个里面的这些当官的,他是要干嘛的呢? 哎,他是要去训练一些乐功,演奏的乐功,而且呢,他还可以到民间呢,去搜集出一些乐曲, 自己呢,也可以去写曲子,就像咱们今天的作词作曲家一样,明白了吗? 那么,像在这个里面工作的一些人呢,我们称之为是乐功,对吧? 那么,这样的一个机构呢,就被称之为是乐辅了。 好,那么在乐辅当中,搜集了许多民间的也好,他们自己创作的也好,这样的一些诗句,所以我们称之为,这叫乐辅诗。 一谈到乐辅诗啊,又有同学说了,那老师啊,我们平时还总听一个词叫什么呢? 叫做汉乐辅,刚才我们说,乐辅呀,是从秦代开始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机构,那么为什么叫汉乐辅不叫秦乐辅啊? 你能猜猜吗? 我们说,啊,可能是因为在汉朝的时候啊,乐辅诗是鼎盛的一个兴盛的时期,对不对? 那么也正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呢,一直流传至今了许许多多有意思的诗句了。 老师为什么说有意思呢? 因为乐辅诗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就是叙事性特别强。 比如我们到了高年纪要学习到的孔雀东南飞,哎,这都是叙事性特别强的。 比如一会儿我们就要今天的重头戏,要带领大家去认识一位金国女明星花木兰,这都是乐辅诗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著作了,对不对? 那么在这之前啊,让我们先去自己试验一下,感受一下啊,我们先来看一下乐辅诗当中一篇非常有意思的代表性比较强的诗歌。 人们说,它的名字叫什么呢?老师给大家一会儿时间,你来读一读它的名字,这是这个名字当中的五个字,那几个字都是同样的了,对不对? 这两个字都是多音字吧,怎么读吗? 有人说,行行,重行行,对吧? 有人说,行行,重行行,对吧? 你来猜一猜,这几个字应该怎么读呢,孩子们? 你来怎么读啊? 嗯,你来怎么读啊? 我们来根据他的全文一起猜测一下 行行重行行 接下来你把自己的嘴巴都拿出来 都带出来了 因为咱们乐府是汉乐府 一定是跟着银送的 对不对 声音非常重要 跟着老师我们一起去读一遍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 各在天衣雅 道路足且长 慧念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 月鸟朝南枝 相去日已远 衣带日已还 浮云逼白日 游子不顾返 丝君令人老 醉月忽已晚 请捐五步道 努力加摊贩